不方便 真的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公开跟我们说一下吗 深夜震撼宣布退出国民党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一大早首度现身 镜头前面 可以 每个人来跟这个人说 好不好 好 两个人 心里有点准备 因为站台挺过造势 喊出要下架国民党引发轩然大波 22号午夜12点多 徐耀昌脸书贴出考纪会寄来的最后通牒 要求他10天之内得要给个交代 徐耀昌不忍了 直接宣布退党 同时感性发文表示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提早离奇的其中一人 原因就是党中央长期对地方不闻不问 既扮演不好在野党的角色 也让党员失去光荣感 甚至列出侯友宜的四大罪状 指引党中央居然去提名一个连党内同志都不认同的人选 不只韩国宇选总统冷眼旁观 过往四大公投还在岁月静好 恨痛骂侯友宜窃取党的权利 却不肯付出分毫 徐耀昌也强调党内必须有人 当乌鸦唤醒最后一缕党魂 这个大家庭是处于大家的 我们必须严正的按照党计来处理 小恩小怨或过去的这些都不是重点 徐耀昌自自血泪控诉 在主席眼里确是小恩小怨 非常的遗憾 还是希望今年明年都可以跟徐县长 一起来走向胜利 一起来共同努力 因为只有团结一心才是走向胜利 徐耀昌深夜开私党中央 形同直接证实下架国民党绝非恐误 从看他的退党声明 对国民党应该是 爱之深 责之切 继张华议长谢点灵挺郭黯然退出 国民党来赢再有地方大佬退党 就怕骨牌效应早已开始 今天新闻刘卫婷 徐耀昌华的